你觉得每个月的数字是不是都平平的 不可能嘛 对不对 每个月的数字是不是都平平的 例如说 1月是4万 2月是4万 3月是4万 你觉得有可能吗 不可能 好 那请问你 请问你现在如果说你要拿它来做统计检定 统计检定 有听过统计检定吗 就是你现在画出这张图 你也报告出来了 可是你觉不觉得是不是应该要跟主管讲 这是我经过统计检定 我算了一个连续型的统计检定 我做了一个连续型分析之后 我用t-taste做完检定 发现说它的p小于0.05 然后不能拒绝 不能拒绝这两年之间是有差别这件事 你会不会觉得当你讲出这句话的时候 就会更有说服力 更有专业 所以你要学会这一段吗 好 请问一下 我们现在是不是看2014年跟2013年这两年的资料 对不对 利润 我们看是利润资料 可是请问你是不是在看 他们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你是不是在看2013年跟2014年来去做一个比较的话 你是不是在看比较 各位比较就只有六种大于小于 大于等于小于等于不等于跟等于 是不是就只有这六种 所以你是不是在比较说2013年 它这样子的一个变化跟2014年它这样的变化 对不对 好 那请问你可以比什么 你觉得你这边你可以比什么东西 你可以检定什么东西 我告诉各位只能检定两件事 第一件事平均值 回来咯 来到统计咯 各位我们以前在学统计的时候 是不是第一件事先把总数算出来 然后平均值是多少 是不是要先算 在接下来算什么 平均值算出来 在接下来算什么 你不是才离开学校没多久吗 那你有没有学统计 电器不用学统计啊 电不用学统计 好 那我告诉你们 平均值跟标准差 对 就算这两个 什么叫标准差 你有没有发现哦 你有没有发现 就是说它这个值 它这个值 假设我们在这边画一条平均线 那这个线 它是不是有的会跑到很上面 有的是不是会跑到很下面 对不对 上下 上下 震荡 震荡 了解哦 我们统计检定就只检定这两件事 可以吗 请问你 为什么要检定平均值 因为你看嘛 我们是不是希望说它逐年成长 对不对 所以说如果我们看出来它是逐年成长 而且它的平均值的变化是一致的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就说它是服从 它是服从 就是这两个彼此间是一个成长的关系 有听懂哦 好 那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呢 因为我们今天这家公司是不是一个 永续成长 就是有先后关系 我现在呢 这家公司2013年的利润 请问跟2014年的利润是不是有关系 有关系 例如说好了 我今天我想要去检定 那个健康的运动到底跟体重有没有关系 请问是不是一直都是我这一个人 我的没有运动前 我的体重是多少 然后经过了三个月的运动 就是每天都去 例如说跑步30分钟 然后接下来三个月后 是不是会量一次体重 请问这是不是都是我的体重 这样了解 这个观念你要知道 因为这边我只讲最简单 你们应该要懂 请问这个利润 2013年利润跟2014年利润 是不是都是同一家公司的利润 差别的是当时的环境 当时的政策 决定说好了 iPhone11上市前跟上市后 是不是会有一些不同政策的领地 这样了解我的意思 可是那个利润就固定就是在那边 可是我们就要去看一下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这个利润有没有变化 所以请问我们在这边 我们是不是要虚无假设 我们要假设它是什么 假设2013年 2013年的平均值标准差 对不对 平均值跟标准差 跟2014年利润的平均值跟标准差 请问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虚无 虚无假设 虚无是不存在的 可以吗 不存在 不存在叫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预期是希望看到它是不一样的 可以了解 那如果P小于0.05 我们就会说什么 我们要拒绝虚无假设 拒绝它是不一样的 接受它是一样的 听得懂我的意思 好 好了 后面算法很简单 后面算法真的很简单 所以我们来去看这个 这个虚无假设 算出来的结果是什么 好 那2013到2014年 所以我放在这边 它的P值 好 怎么做呢 等于 我觉得应该给你们看一下 看一下 它做法真的太简单了 PTTest Excel 好 你看它的做法就是 2013年的利润 是不是有12个月的资料 2014年12个月的资料 还有TELS TELS就是说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 假设在这个地方 我们来去看一下 它是指说一个分配的尾数 分配尾数 它是单尾还是双尾 我们一般来看 它应该是用双尾的方式 双尾 因为利润 利润它应该存在一个分布 分布 就是从最低到最高 它其实两边都是存在有意义的 好 然后接下来 这是要执行的T检定的种类 这是乘对 乘对 配对 配对的意思 配对就是有先后关系 请问2013年利润 会不会跟2014年利润是有关系 我们现在就要检定这件事 所以我们用的是配对 所以就是四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用什么 第一个参数用的是2013年的个月利润 第二个参数用的是2014年的个月的利润 接下来用2 这边用1 2是因为它是左右两边 左右两边双尾的分配 还有1是因为它其实是配对的 配对的 好 那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那这边就简单的算一下给各位看 等于 等于什么 讲一下 有看到吗 Haniем 逗号 array 2 是不是这一个 这是2013年 这是2014年 然后逗号 那接下来要放什么 它是双尾 所以放2 逗号 接下来 它是橙偶 橙偶就是有先后关系 好 所以是1 又刮胡 好 然后因为它是橙偶 它是橙偶 就是有关系 你知道橙偶是什么意思吗 不是成为偶像 成为配对 成为配对 配对意思就是说 2013年 然后接下来会影响到2014年 好 这就叫做橙偶 然后又刮胡 enter 请问算出来是不是0.08 所以P没有小于0.05 所以我们不能拒绝 2013年到2014年 它这之间 它是标准 平均数是不一样 不能拒绝 所以基本上 这边不存在那个 就是独立相关 这件事 好 那我们是不是还可以再去做 2014到2015 可以吗 来我们把2015跟2016 也打开来 然后请把这个资料复制过来 周先生 你看到什么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小于0.05 就是2014跟2015年的比较 你看嘛 这边我是不是放C5到C16 这是2014年 对不对 C5到C16 这是不是2014年的资料 接下来是不是D5到D16 这是不是2015年的资料 结果 它去做T-test 算出来它是不是小于0.05 那可以看一下吗 可以看一下 在这张图里面 我刻意的把某几年给塞掉 就是我把2013跟2016先不看 好不好 因为我现在是不是这两年 这两年存在一个 就是 我们 是不一样 所以我们拒绝 拒绝虚乎假设 它其实是一样 它存在的关系是一样的 好 确定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到 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就是 当今天我们去看2014跟2015的时候 当它2014年 2014年 2月跟1月比较 2月是不是下降 2015年是不是也是下降 然后3月上升 然后3月上升 2个年是不是一起上升 一起下降 一起上升 它们两个彼此之间存在的关系是什么 它们这两个月份 所存在的关系的变化 什么的变化 平均数的变化 标准差的变化 其实是一致的 你有没有发现到这件事情 可以听得懂我现在讲什么意思吗 因为很多人都不想要去懂检定 可是又是在 你们要是学行销 学会计以前的器官 一定都会学统计 所以我只是要告诉你说 它其实还蛮简单算 但是它现在在算什么 它告诉我们说 2014到2015年 其实它存在有一致性的变化 请问 你觉得假设公司的一个测试 政策 公司的策略 你有没有发现 它可能会让我们这个营运的结果 是有一个季节性的变化 可以了解 可是刚刚那种情形 我在猜 会不会是因为受到大环境的影响 大环境影响 它可能 因为公司的政策理论上 不会变来变去 可是什么会变 可能大环境 例如说什么中美贸易战 什么之类的 或者是 例如说我们家是卖兵电 好 然后呢 连续三个台风来 会导致说 我们 我们的卖兵的那个数量 会改变 这样可以了解 这样可以了解我们在做什么事情吗 你今天不是说只要把这个统计图画出来就好了 可是你没有去做检定 你可以 你就没法说得很 确切 或很肯定 这件事 那你再去看一下 这边 2014到2015 它其实检定是过的 那2015到2016呢 好 我们来把这个 2015到2016 不是 不好意思 刚才这个12月 它这个好像 2010跟2010 它有那个 2010 一个是上 一个往上 一个往下 是啊 对啊 那这样是不是 检定就不一样了 当然不一样吗 不是说 你刚才不是讲说 平均 他们的走势都不一样 12个月的平均值 12月的变异数 那就是说 他这个 在12月里面 有超过一半以上 都是检定 可能不是哦 我们是在讲95信赖区间 他其实 他的那个 箱 就是我们检定出来 他是只有检定 落在最两边哦 最两边哦 你不要被这个 这两个 这个 这个产生 只有一个月 12个月里面 只有一个月 不一样 不代表不一样 那你要是去看一下 刚刚这个地方 2013跟2014 我们看一下 2013 到2014 你有没有发现哦 他是不是下降 没错 然后他这边 他是下降 可是他是上升 有看到 一个下降 一个上升 然后这边是不是 一起下降 然后一起上升 然后 这个下降 这个上升 可以了解 我在说什么吗 这都会导致 因为我们统计解并 就只在解并 平均值 标准差 就是变异数啦 可以了解哦 变异数就是标准差的平方 那你这个是用 统计先 那个检定 那如果是 那个data在输入的时候 发生错误 这个检定是检定不出来的 可以检定出来 不管什么 垃圾都可以检定出来 只是那个就是垃圾 只是那个就是垃圾 那这个不是 那个是 data输入的时候 不是造成决定出来的 data在输入的时候 就是我们输入的data 对 data在输入的时候 我们现在拿到资料 先做资料清理 那又是另外一件事了 这个资料清理是非常非常需要 专家来去协助的 因为当你今天要去看到真相 你要是资料是垃圾 就是不干净 什么叫不干净 假设你今天的利润里面 有三分之一都是负数 那就代表 不是 销售额里面 要是有三分之一都是负数 那就代表是错的 绝对来说年龄 年龄 如果中华电线 我们来中华电线办 然后年龄 如果你看 1万个客户里面 如果有200个是100岁以上的 那就是有问题的资料 我不相信100岁还在那边讲电话 还生犯电话 可以了解 所以这都是我们先看 我们会先做资料的判断 说它到底是干净的资料 还是不干净的资料 这是另外一件事 你看一下在这个地方 它就存在那个不一致的变化 像这边就是不一致的变化 这边一致 一致 这边就开始不一致 一致 然后一致 就是它这里面是不是存在有 例如说三 这边 这边有一个月不一致 两个月不一致 三个月的不一致 对不对 这边有三个月是不一致的 好 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这边 第一个月你没办法比 对不对 好 第二个月下降上升 上升下降 这边有一个月 一个不一致 两个不一致 两个不一致 三个不一致 有看到吗 也是三个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去看 2015跟2016 各位应该还记得 这个算出来是不是0.4 这个P值绝对不会过的 好 好我们去看一下 这边 这边是上升 这边是下降 一个 这边上升 这下降 两个 上升下降 三个 四个 你看这次往下一点点 四个 五个 这一看就知道是交错的话 六个 七个 可以吗 你知道这个一个数字往右上 一个数字往右上 就是会影响我们的平均数 会影响我们的标准差 这算出来的减运当然是不一样 可是那个背后的意义是什么 就是这家公司跟去年的比较 它有的是有成长 有的是下降 有的是下降 这样可以了解 那 这是不是代表说 这家公司可能是因为政策的调整 然后导致说这家公司的利润下降 或产生异于上疫情 我只能说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2014到2015它又比较正确 它又比较一致的变化 代表说2014年到2015年可能在这个地方 政策政策是比较好的 它会一起带动 因为这家公司利润是逐渐上升的 请问一下 10 20 30的平均值 是不是20 对不对 那1 2 3的平均值是不是2 可以了解 可它其实存在的那个差异 所代表的意义 被减定出来 它是会过的 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 因为这边所得到的平均值 都是在那个中间的那个部分 好 请问一下 这是我就统计上面的应用 跟各位分享 当你今天去做连续性分析的时候 你最好要懂什么叫T T-Test 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连续资料 为什么我用的是T-Test 这是统计它规定的 类别资料就是用卡帮 好 我希望说讲这一段 讲这一段会让你有比较多的一个 就是说收获 所以跟你们分享到这个地方 好 好了 有没有问题 好 你看我现在是不是已经变成一个表格了 如果我今天我想要把它就是恢复成原始的资料 好 那首先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当你点到这个游标落在任何一个储存格的时候 游标落在表格的任何一个资料格里面的时候呢 这边是不是有看到一个设计 设计 然后接下来这边有一个叫转换为范围 转换为范围是什么意思 就是把它恢复成没有不是表格就对了 好 点选4 那你会说格式都还在啊 那接下来就是我要如何清除这些格式 Ctrl加A 为什么要点Ctrl加A 他就是把所有有资料的格子都选取起来 Ctrl加A 可以吗 好 接下来做常用底下的 这边是不是有人叫清零 请选清除 请问是要清除内容还是清除格式 格式就好了 你看是不是就恢复刚刚的样子了 那你会说格式化为表格 那个格式 为什么把它变成范围的时候 它格式会留着 因为它是做格式化为表格 那后来 后来我在清理回来的时候 我是只把表格变成范围 所以就必须要再把格式也把它清除掉 好 所以你这样才能够把它恢复成 原本资料的样貌 可以吗 好 接下来 接下来我现在我要请你们来去做一件事情 就是 请问一下 我能不能找出来 我现在这边是不是有很多很多的资料 可是有些人他会针对资料来去做资料的整理 我记得好像也是中华电信问我的一件事情 他就说他想要把某一个地区 某一个城市好了 这边是不是有很多城市 他只想整理出来上海这个城市的资料 这里面是不是有很多很多资料 他只想整理出来上海的资料 或者是他只想知道杭州的资料 那当然以前做法是这样子 我们就用筛选 可是我现在教的方法是不是常用以下格式化为表格 好 例如说选择选择这个蓝色 确定 然后接下来在城市这边 城市这边我就直接去搜寻上海 上海 其他我都关掉 其他我都关掉 好 上梅不要选到 上梅跟上海差差了一点点 好 确定 然后这边是不是全部都是上海 全部都是上海 好 那 除了这种方式 好 我先把筛选拿掉 清除筛选 有没有别种方式呢 例如说 请问一下 我刚刚在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筛选上海的资料 可是如果我今天我想要找出来 第一名城市的资料 请问一下 你知道杭州它是第几名吗 内江是第几名 你知道吗 不晓得吗 如果当你今天要特殊的知道说 我只要第一名这个城市的相关资料 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搭配书柳分析表来做计算 插入书柳分析表 然后 这边我就没有定义它为表格了 好 就直接点确定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我是不是要第一名 就是销售额第一的这个城市 所以在这个地方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先勾选上海 先勾选城市的销售额 销售额 然后接下来请问 你怎么知道哪一个城市是第一名 排序 排序对不对 排序 对 苏纽分析表是可以排序的 由大排到小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知道说 这个 这边有非常非常多城市 但是第一名 第一名是上海 好 所以我只要千分为国号减少小顺数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上海是不是第一名 那我是不是想要知道 第一名这个城市的所有资料 所以滑鼠右键 有看到显示详细资料 这里面所放的 就是全部都是第一名 销售额第一名的城市 上海它的所有详细资料 这样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 例如说好了 你今天你拿到是很多很多的资料 但是 你只要 你只要 知道说 我负责的 我是哪一个地区 好 例如说你负责台北新区 那这个时候 你用筛选没有问题 可是 可是 我建议你 你应该是要加一点点判断因子 你应该是要加一点点判断因子 或者是小于500的那个方案的用户全部都捞出来 当然你也可以用进阶筛选 但是我在这个地方 我可以透过刚刚的书没有分析来去帮助我们做到这件事 这个是我觉得还蛮重要 需要你们 知道的部分 那 接下来 我们再来去观看一下 回到刚刚这个订单 我们先关掉这个档案 我们先关掉这个档案重新开 好吧 我想要介绍一个很棒的功能 叫做直方图 因为这是新功能 先把刚刚这个档案关掉 我现在要重新开超市范例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我们的超市 超市 我先讲一下数量好了 请问你去超市买 买东西 你可能就是买 比如说一样 两样三样 对吧 你可不可能一次买好多样 比如说买十样 你可能去大润发财 可能会去买很多样 可是你去便利商店 你去超市 你可能买的项目 可能会买到五六样 了不起是这样子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通常会希望去看分布 数据 你看数据的时候 最好建议先看分布 因为我等一下顺便介绍一下 什么叫成对 好 那你有没有发现 游标落在 游标 游标 游标落在 例如说 这个数量 这个地方 你先选到整个数量 然后我们点插入 底下 有一个叫 直方图 因为它这边多了好多种图 连破布图都出来了 然后你有没有看到 这边有一个叫做直条图 这是帕磊托图 对不对 好 直条图 而且它都黏在一起 你有没有发现 对我现在就要讲这个 好 可能你不太了解说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1到1.4 1到1.36 总共有多少 好 对我先把那个数量呈现出来好了 它还不让我呈现 好 各位 请问一下 这个 这个 1到1.36 请问有多少 981 有看到 就是说 这1万笔订单 1万笔订单里面 10% 981笔的资料 它是怎么样 它是 只有买一个东西 好 然后接下来 这个是买两样东西的 有2392 买三样东西的 有2372 请问一下 这样子的话 大概买 这样子的东西的人 你看 这边有1000 2500 3500 4500 5500 6000 大概 5500 然后 6500 7500 大概这边就已经占了80%了 有看到吗 这就是一个直方图的一个分布 分布 就是客户来 来我们超市买东西 他可能会买一个数量 还是两个数量 你是不是可以看到这样子的分布 好 请问你觉得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呈现 这边 这边有看到吗 是不是 13到14 13.96到14.32 请问这边有多少个 这边应该是 只有一个 21个 好 这边我还点不到 可是 可是 可是我相信 你们应该是可以点得到那个 好了 那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什么叫分布呢 这样子的分布 合理 还不合理 我要先请你们懂 什么叫合理还是不合理 这样子的分布合不合理 这样子的分布情形合理吗 这样子的分布情形合理吗 合理 对吧 这个分布线是这样子的一个好物线 这样可以了解 我们统计 这个有专有的名称叫做 常态分布 常态分布 你知道什么叫常态分布 就你大概去做 只要你服从大树把折 你大概做很多事情 他就是这样子一个常态的分布 可是我们现在叫分布呢 他算是右尾 因为他他在这边右尾是长有点有点多的尾巴 那小小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已经限制住来超市不买东西 那是很奇怪的事 那零以下就不会发生 什么叫做来超市买负一件东西 有听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我们已经把那个零以下那边是没有的 也不能有 然后可能去超市什么东西 这你可以不买 不买就没有交易 就没有订单的事实发生 可是不会有负数嘛 好 这样有听懂 所以现在这个分布是合理的 对不对 有听懂 我现在即将要改一个数字了 例如说 我把这个改成 50 我把这个数字改成500好了 随便一个数字 我把例如说这个9 改成90 就是不小心踢错什么 反正 假设我今天输入90 请问一下 这样子的分布 这样子的分布 合不合理 不合理 为什么不合理 什么 我看你白话会说什么 周先生 什么叫非常态分布 刚刚那是右腕 常态是偏右腕 现在呢 是不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的平的右腕 可以了解 这根本就是不正常的情形 没有 不可能说 就是最右边的那一笔一定有问题 对不对 同意吧 用直方图来去快速找到 你知道怎么找吗 就是说 我现在点不到 可是 其实是可以点到这一笔 就是 例如说我现在点他 这其实是可以选取资料的 听得懂我的意思 我们就是拿一个直方图 就是假设你现在一堆的数字 我就直接拿这个工具 我就来知道我 这里面不合理的数字 有多少 有多少 你看多好 然后 接下来我就点那个 选取 我可以先把它改成 30 好吧 30 30 然后我现在是不是要点到 那个30 然后选取资料 30 好去哪 这边 奇怪 为什么这边好能选 你们选得到吗 就是 滑鼠右键 就是你点到他 点到他有一个 右键 选取资料 这样 就可以 就可以知道 不 我只是要告诉你 就是说 就是说 如果他的图形 他存在的这个图形 他的轴 这边出现一堆 根本就没有的 这中间都代表没有 所以如果说你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那就麻烦请你多几个变成90 多几个变成30 30 还是跑不出来 反正我只是要告诉你 就是说 这个 这个 这是很有意义的 这就是 这个项目 就是我们去找 这是不合理值 什么叫不合理值 就是说 大部分是不是都是在 例如说 1到17 就只有一笔资料 他落在30 那你怎么看到不合理 就是这中间都是0 这中间都没有的 所以透过脂肪肚 其实来做集合是很容易来去做的 一件事 可是他的前提是 他只能看数字 就当你今天你要去集合资料的时候 如果它是文字呢 请问文字你要怎么集合 好 我现在关掉了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我这里面是不是有地区 地区 应该知道这个地区 地区我们怎么集合 怎么去查这里面资料是正确不正确 这个 这个是文字 那文字的集合是这样子 常用底下是不是有筛选 筛选 好 你看 当我今天 当我今天我去看这个 这个地区的时候 点这个选择内容 你能够发现 这边是不是有中南 西北 西南 东北 华北 华东 这边六个地区 这样是不是就看出来了 同意吧 同意哦 那我再考考你了 我们的客户 我们的客户有700多个 你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去做比对吗 你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去做资料比对吗 想想看咯 好 再来 再来请问一下 这边是不是有日期 订单日期你要怎么做资料比对 他都是日期嘛 那你怎么做资料比对 我的意思就是说 刚刚因为同学他 他询问说 我们今天如何看待我拿到的资料 是不是垃圾 你是不是要先检查一下 你拿到日期 请问有没有可能拿到2013年2月31号 那就是错了 那你是不是要比对 你至少要比对 请问我们要用肉眼来比对吗 那你是不是还有什么 1月32号 3月32号 2月30号 那比对完毕 那比对完毕之后 你是真的比对完了吗 那有没有一个方式可以真的帮助你 真的做完比对 这件事 好我们要先下课休息一下 等一下合了再把这个答案告诉你 请你利用下课的时候想想看 文字很多很多文字怎么比对 我现在重新把这个超市范例重新打开来 好所以我们就快速点了一下 打开这个超市范例 然后接下来可能就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例如说我这里面 我先举比较简单的例子 比较简单的例子 例如说当我们今天文字探索 就是它到底有没有问题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这边就会看到有 华东西南中南西北 可是这些名称到底对或不对 我们不希望是用肉眼来去检视 既然不希望用肉眼来去做检视的话 那么我们我可以现在用一招 用一个方法来去做这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这里面的地区 我们这里面的地区 好我先去把它全选起来 这里面的地区先全选 我现在要教你就是说 当间真的很多很多资料的时候 你怎么知道说它这资料都是正确 尤其是文字资料的时候 好先复制起来 复制然后贴到最右边去 贴到最右边 选择性贴上贴值就好了 或者是你就直接贴上 然后接下来麻烦请针对这样子的内容做什么事情 做移除重复 这边是不是有资料 移除重复 确定 确定 它的意思就是说 这里面就只有六个 就只有六个资料就对了 可以吗 这里面就只有六个资料 这个地区它就只有六个资料 有听懂 有听懂 好 那我们 我刻意的先在这里面先打几个错误的 举例来说 我们有时候打字可能会产生 不小心按到空白键 所以我按在华跟东中间点一个空白键 然后在那个西北西 假设不小心又打了一个西北西 可以吗 我的意思是故意做几个错误 故意做几个错误 故意做几个错误 好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我要怎么检查我这里面这整栏的资料 整栏的资料知道 是不是都是符合这六个值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会怎么做 首先第一件事情 应该这一格不要选了 好不过我还是先全选起来好了 然后接下来 这边有一个资料功能 资料验证 资料验证 请点选这个资料验证 资料验证这边请改成叫清单 设定 设定储存格内允许的它是一个清单的比对 就是它只能是这个清单范围 清单的候选项 然后来源 来源麻烦请点选这个 请点选这个 这个 等于说选择来源钮 请选右边这六个 然后再点这个回去 就是选到这六个之后回去 然后就确定 好 那请问一下 我们现在这里面是不是很多很多资料 例如说 这一个他就要去比对了 然后看看说像这个华东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然后西南 西南是不是跟他这边 在这六个清单里面 西南是不是这一个 对吧 这是对得到 但是但是我不可能一个一个在那边用肉眼比对 我有一万个 我是不是要肉眼比对一万次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点选 这边有一个资料验证 资料验证 圈选错误资料 圈选错误资料 就是说它会把那个错误资料圈出来 有看到吗 这就是我们要的 有听懂 当我们今天有文字 有很多很多文字的时候 你是不是会想说用肉眼来比对 千万不要用肉眼比对 我们要用现在这种方式 缩短我们人工比对的错误 可以吗 好 我再重新举一个例子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我们的客户名称是不是很多 我们有700多个客户 700多个客户 我重交一次 所以不要接 不要很 就是我一定要把钢纳做完 那个没有做完就算了 我们现在再重新讲一次 你是不是重新的这一次把它先听好 比较重要 只是我换一个题目 刚刚只有比地区 地区才六个 现在我客户名称有771个 好我现在要动手做了 请跟着我做 请问一下我这里面有771个客户 是不是很多很多个客户 对不对 可是这里面 这里面 我们有没有可能会有几个客户是错误名称 有吗 有吗 好 那我们先把那个客户列表 先造册造出来 所以 首先先把整栏 整栏这个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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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制 复制 所以 常用底下的复制 然后请贴到 贴到什么 右边 右边 然后贴上 然后请把第一格删掉 好吧 请把第一格删掉 客户名称四个字 它不是客户 好了 现在呢 这里面 请问真会会不会重复出现 当然会啊 所以我只要做出一个 资料 请这 所以请想办法吧 愚民出现好多次 我是不是只要出现一次 好 所以去做资料以下的移除重复 确定 他说总共只保留了771个唯一的值 确定 也就是这时候的真会只会出现一次 这时候的许安只会出现一次 送良只会出现一次 这样可以了解 好 我现在刻意 刻意的去把我这里面是不是有客户名称 这里面是不是有客户名称 我把这个刘思云 刘思云 我把这个诗改成新字号 有听懂我的意思 我就刻意改错 因为你知道那个 有时候我们为了什么个字 我们是不是中间会加新字号 好 或者是说 或者说我再举例 这个万蓝 然后后面我加一个空白键 你随便一个人名 随便一个客户名称找出来 然后后面加一个空白键 当你按了Enter 请问你看得出来它的差别吗 看不出来吧 对不对 好 我们等一下希望说它能够检查出来 万蓝 还有这个流星云 好 我们现在就来检查看看 所以第一件事情 选到这一整蓝 选到这一整蓝 然后去点资料底下的资料验证 来请点 先选到G这一蓝 来请点G这一蓝 然后接下来请点资料底下 资料功能标签底下的资料验证 点选资料验证之后 第一个就是资料验证 请把这个设定里面的储存格内允许 请改成清单 改成清单之后 这边是不是来源 请把这个来源 我们要去选到 刚刚我们做出这个771个客户名称 所以点选这个选择来源 然后拉到最右边 是不是从真会选 一直往下选 好,您看一下 我是不是选到这个内容 我就从AA2 选到AA772 然后回去 回去,选完了嘛 告诉电脑回去 然后按确定 然后他要开始去重新计算 好了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你在这个地方 你在这个地方 你有没有看到 他这边 这个客户名称 万蓝是不是都有找到 客户名称 因为那里面没有 可是这个新字号 你有没有发现 它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他认为 就是说 那个 里面绝对没有流 然后新字号 云 可是这个新字号 它是万用符号 只有新字号 它是接受的 所以这点 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这样可以了解 好 例如说我现在 我把它改成 流 空白 云 空白 他就说 这个值不符合了 这样的 要解吗 好 这重不重要 我觉得很重要 因为你不会做 你是不是就在那边 用人工比对 知道吗 周先生如果你未来是 发明人生是 来做这种事情的时候 你还不如写一封信 问老师 什么做 真的 真的 我觉得 我们的人生 不应该是 做那种 跟机器厂工作的事 如果我今天 如果我今天 我讲一个 我的小故事给你们听 我本身最早是念会计 我最早是念会计 那我想说 我念会计 我就应该当完兵 当完兵之后 我就要去当会计 我做了两年三个月快计 可是我最后放弃了 为什么 有一天 那个我的科长 他就拿一叠支票 一叠支票 在二三十年前 你知道拿到一叠支票 那个算出来 虽然 虽然大概好像不到一千万 但是你知道那个感觉吗 反正我们都是过路财神 好 我就很认真拿了这一叠支票 算 我当时 那时候没有电脑 你知道吗 没有电脑 然后我们 大学是不会叫你去 要求你去算盘 要过什么检定 什么段 大学不会要求 现在淡江也不会要求你 什么要过什么租算 什么不需要吧 可是我有打字 我有打字的那个证照 好 结果呢 我算 我花了一个小时 我算出来五个答案 一个小时五个答案 对 五个答案 他给我一叠支票 我算出五个答案 后来 后来你知道这件事情 让我很挫折 很受伤 这个就算了 然后五分钟后 科长告诉我 你那五个答案都是错的 哈哈哈 你觉得 你觉得我的人生要留 继续留在这个地方吗 有听懂吗 我就觉得我 很不喜欢做那个人工的事情 所以我就花了好多时间去想 对 你人工可能会要做什么事 请问你要不要做这种人工比对 你在你的人生之中 你一定一定常常在做土法练钢 刚刚这种就是土法练钢 而且而且你花了好多时间 你花了好多时间 然后你会跟老板说 你会跟科长讲说 我花了一个多小时 我没有心 我没有功劳 有苦劳 你觉得他要我的苦劳吗 他自己算五分钟就算完了 有听懂我在说什么吗 然后一个年轻想要在会计领域 有所断发图强的人 算了 只有领到两万 我那时候 我记得我们最低什么薪资 一万八千多 我还蛮清楚记得 我的薪资还没有高很多 我最后领到两万二左右 可是我觉得我的人生不一样 只是在做这种事 这样了解 所以后来我就跟主管讲说 我只负责乘块 乘块是要抓预算 我不用算到管块 要一块钱 我真的 我们那个单位五个人 每一年12月31号 他们就在盘 1月1号 1月2号 因为要节年度爆料 甚至有时候为了算薪水 差一块钱 我就说我给你一块钱 我们三个人不要来加班 怎么可以我给他一块钱 这样理解我的意思 所以我是要告诉各位 在那个年代我就觉得 我不要再去做那个 就是都是人工在做的事情 这样了解我的意思 所以请你们一定要记住 不要再把很多很多时间 去跟机器抢工作 这一定有办法来去解决 不要用肉眼比对 尤其是年纪比较大的人 年纪比较大的人 我跟你讲 你去做那种人工比对 根本就是在走那个 就是提早退休的意思就对了 你应该就是说要有一个方法 像我刚刚教你的方法 请问你有没有花到5分钟 10分钟 你是不是就真的检查完 而且都圈出来哪些是错误的 你看这样多好 对啊 你觉不觉得人生就应该做这种事情 你要听进去我现在跟你讲的 所以记住 不会 不会是正常的 你学什么的 电器 电机 电机 不对哦 电机是资讯上面的 真的我不骗你 机器 专业领域跟情怀一点 但是都可以 是啦 是啦 但是我跟你讲 现在没办法 大家都要会 我的也要会 以前也要会 你不会都不行 好 所以我只想